高龄化的社会在众多的热龄课程中 要如何让银法主玩出创意与回应呢? 土城社区发展协会于日前举办了利用鸭舌棒来做拼图的课程 让他们动手绘画属于自己的拼图 发挥想象力的同时 还能训练手眼协调 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阿妈们拿着鸭舌棒认真地想拼出上头的图案 而这些图案都是他们亲手绘制而成 并叙述着他们制作的心得 因为头脑在想想想想要怎么做 回去要怎么拼图 现在是用画 画的回去再拼图 画的好像是一个 好像画一只吗? 对 好像画一只吗? 对 再划船 画完再用拼图拼好 才不会 比较不会失智 在这儿不错 大家也做费 交朋友 交流 必须受到缓 我觉得这个鸭舌棒来画图 然后再拼图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他也提到的时候 可以跟他孙子 或是跟他孙子人 感觉他们家里也会说 嗯 这样画这个也不错 而且这个经济又实惠 这些鸭舌棒来做拼图 然后再画图的话 这个长者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而且有的时候 长者会把他们的生活的 那个画在这个画板上 然后呢 他就活落他的头脑 然后再手脚都并用 完拼图的话 他头脑就比较清醒 而且会动脑筋的话 就使用那个 我们的那个头脑老化 手脚并用 可以防止那个失智的发生 每个参与的鸭法族 都只说考完又有趣 也相当感谢社区干部的用心 让他们动手做 属于自己的拼图 我的画的头 画的拼图 就画得很快乐 很出名 那你的台队应该跟孙胜吗 孙哦 孙都很大 对啦 在这儿很好玩啊 理事长也对人很好啊 大家来 也有吃 有杀 很快乐 拼图不再只是孩童玩具 也是银法族训练手眼协调 动动脑的好伙伴 社区透过鸭舌棒制作拼图 虽然简易 但制作方便 成本低 也能够轻轻松松 让银法族 玩出创意与回忆